这好事啊 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雪 麻烦你再给我来一杯得了 可把我累坏了 瞧瞧 就您这身体 刚在院里边待了那么一会儿 就累成这样 您还能去推销啊 谁啊 谁给他跑推销啊 开玩笑 就我这身子骨我干得了 那个木 不能干 不能干 你干嘛还报名啊 这不是明摆着吗 就你们招聘推销员这优厚条件 那不报名的才是傻子呢 我说你是不知道 这去年一年 这银行是连续七次降低的存款利率 可把我们这些有钱人给积坏了 你比如说啊 你现在有两万块钱 你把它搁在银行里头 搁上五个月 连二百块钱利息都不到 这不是活要人命吗 这不是 您说什么呢 哪跟哪呀 这跟我们招聘推销员挨得上吗 这太挨得上了 要不怎么说你们条件优厚呢 你看那广告上说了 每个人呢 可以先按批发价领取一千块泡沫糖 这就是两千块 刚才我可是按十个人报的 这不就等于我存了两万块钱吗 两回事 这是让您推销 又不是让您存钱 跟存钱一样啊 你算啊 我给他两万块钱 就等于是十个人报的名 是不是 按这广告说呢 每人每月可以领取四百块钱的基本工资 那么十个人就是四千 五个月四五二十 这就是两万 这就说我那两万块钱可就回来了 这就等于我回本了 就等于我一分没交给他 是啊 您要是再把糖推销出去了 那还有提成 谁还真给他销糖去 那广告上不是说了吗 每个人在五个月之内至少给他销出去三百块糖 剩下的他按原价回收 这十个人就是销出去三千块 剩下七千块呢 他按原价一回收就得给我一万四 他是这么比这儿 你看啊 这两万块钱本我已经收回来了 再给我一万四算是利息 还白饶我吃上三千块泡汤 啊 您是这么算计的 没打算这帮人推销啊 这谁受那了呀 你看外边这些人 哪个不是这么打算的 跟你说白了得了 比如说你有两万块钱 你搁银行里五个月 那是二百块钱利息 你搁这五个月 那是一万四的利息 甭管是推销泡汤糖 还是推销耗子药 那都无所谓 你们要是都这么想 这还了得 这不是坑人吗 小高 我大爷 我跟你们说呀 现在的这些人啊 没有几个是真正来报名的 他们都是来骗钱的 你们赶紧跟我回去商量商量 以后忙忙忙啊 我没工夫跟你聊天 小许姐姐 你就别再捣乱了 现在已经发出五百多张报名表了 这就是五万块钱 我瞧这阵势 到不了明天 你十万块钱你到手 差不多 我估计啊 今儿下午就差不多了 没错 对了 五大爷 说好了啊 这里头有我三万 到时候你可不许耍赖的 你啊 你最多两万 我 不不 你看 人家老周老吴他们忙活了半天 怎么也得分点啊 再说了 咱们还得给那中心交提成啊 我凭什么呀 我 那四八里保证我两万五元 哎呀 你行啊 你们就听我说吧 哎 你就先让老周他们去忙着吧 你们赶紧给我回屋去 哎呀 你看这事 哎 哎 老周 帮帮帮帮忙 听方大哥刚才这么一说吧 我觉得问题相当严重 合着那么一大帮子人 没有几个是来真心报告推销员的 都是来混钱的 让我怎么跟于方交代呀 哎呀 这你操什么心呢 反正啊 咱们是严格的按着合同办事 每帮着他们招出一名推销员 咱们就从中提一百块钱 至于人家是真心还是假心 那就不关咱们事了 那不行啊 要是个个都跟那方大哥似的 拿着钱吃着糖什么都不干 那不把于方给坑死了 这又是什么办法啊 咱们跟他说多少遍了 他不听啊 只好让他呀花钱买教训了 不行不行 我的意见 咱们赶紧听一个告示 就说招聘的名额已满 剩下那些已经填过表的 就让他们回家等消息一下 我得赶紧跟于方联系一下再说 哎高许啊 你赶紧 帮我给于方打一个电话 哦 哦对了 于方早就起来来过电话了 他说啊 让咱们办法这报名的事 他现在正跟火车站提货呢 你们想啊 一百多万块泡泡糖 那一定有好几十大包呢 这一百多万块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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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月酒能来了 您看这人开成不少了 哎 哎 您别 嗯 别走 我就知道得有这一天呐 哪一天呐 广大人民群众他饶不了我呀 你什么饶不了你呀 他把我秋后算账啊 什么秋后算账啊 不是不倒是时候未到啊 什么时候未到啊 哎呀 这是干嘛 吴大人 就这怎么了 啊 咱们中心是不是又犯什么事了 这回是养林蛙呀 还是养什么呢 哎呀 瞧把您给吓的 这是小许啊 他跟你大爷一块弄的新项目 嗯 什么项目 哎 他们怕我张瓜 就没跟我交底 您看见吗 广告已经在报纸上当过来了 哎 我实在使不了几个 我没看懂 干脆啊 你让他们 给我加一把 什么 什么 赚 赚俩钱 赚俩钱 啊 啊 您想什么呢 不把您逮起来就算便宜您 人 小许呢 小许 快给再联了啊 赶快通知他们 到办公室 我找他们谈话 啊 又怎么来这是 立刻停下来 我就告诉你们啊 这里头啊 肯定他有个套 弄不好呀 把咱们全都得套进去 赶紧的 就像小许说那个 先停止报名 啊 已经报了名的 先让他们回家等通知去 好不好 别也越总 千万别停啊 现在已经凑够五百多张报名表了 瞧这阵势啊 熬高下午 怎么着也能凑够一千张 这就是十万块钱的提成啊 一千张可不够啊 你想啊 回头还得签约呢 还得干什么呢 那还得刷下一大批呢 对对对对 最起码啊 也得凑够一千五百张 你行行行 还凑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啊 小许 你赶快告诉老周他们 先把群众都打发走 哎 哎 刚才那个叫鱼方是叫什么来的 鱼方 啊 那个 泡泡糖呢 啊 这这这 您尝尝 哎 人都散了 真悬啊 咱们差一点是坑了鱼方了 什么 咱们差点坑了鱼方 哎呦 是鱼方差点坑了咱们 我告诉你们啊 我要是再挽回了一步 啊 等他把钱一收 糖再一发 我告诉你们 那算是把咱们全坑死了 什么什么月总 您 您什么意思 您说这泡泡糖是假的 是是是 这泡泡糖倒是无所谓真假 是吧 糖它肯定是真糖 它也能吹出泡泡来 可他说这糖就值那么些钱吗 啊 批发件两块 零售件三块 这能是真的吗 人家鱼方说了 这不是普通的泡泡糖 里边还有八十多种草药呢 那个 那他是胡说八道 首先他是没油 啊 你就是油啊 他也不值那么些钱 他没油用 是吧 首先咱们得搞明白啊 药是干什么的 是治病的吧 对吧 治病的 你得对症下药 哦 把八二多种中药都搁在一块 就能治病了 就能把病治好了 我看啊 他是跟李洪知道的一拼 那是有病不让上医院光练法文科 这个呢 是有病不让上医院吧 光吃泡泡糖 你说这 那人家也没说什么病都治啊 人家只说能够这个清肺明目 补脑安神 嗯 还能调节神经振问精神 所以叫欢乐泡泡糖啊 嗯 而且我们吃了以后吧 真的觉得挺欢乐的 嗯 我告诉你吧 这也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哎 我可以跟你们说啊 就是他真能让人欢乐 也没什么新鲜的 现代医学很容易就做到了 有一种安眠药 叫输了安定都吃过吧 啊 吃两片让人安眠 吃一片就能让人欢乐 其实有很多治疗 这个抑郁症的药物啊 你比如说这个百佑节 吃完以后 马上就能让人欢乐 啊 当然了 这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 吃多了容易出问题 嘿嘿 哎 温馨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即便这些泡泡糖能够让人欢乐 嗯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当然了 也不值那么些钱 那当然了 那些都是普通药物 我告诉你们 我还可以肯定 就他这欢乐泡泡糖里头 根本就没有这些药 为什么呢 他放不着 多危险呢 吃多了出问题怎么办呢 嗯 渔方啊 就是拿这玩意儿 当成道具用啊 嗯 目的是什么 知道吗 啊 他这就是变相集资 什么 变相集资 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啊 还没算过账来呢 啊 每人交两千块钱吧 嗯 拿走一千块泡泡糖 嗯 对不对 这一千块泡泡糖 正常的市场价格 顶多值两百块钱 那意思也就是他 挤走了一千八 一个人一千八 十人一万八 一百个人就十八万 他这次准备挤多人来的 一千个 一千个人啊 啊 这就是一百八十万啊 到时候人家把一百八十万拿走了 剩下一千个受骗群众 天天围着咱们中心门口管咱们要钱 你说咱们到时候怎么办 哭吧 只能哭 我哭你都哭了 到哪哭去到时候 看见没有大爷 多悬呢 啊 干嘛我再出差遇人这种事 您帮着把我关 你不能由着他们性子随便这么干 这不是 这我也没想到啊 我也是让人家蒙在鼓里的不是吗 不是那您整天都想什么呢 啊 就想着那十万块钱 您能落三万块钱好处呗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今儿的事 您给我写份深刻检查 啊 又写检查 又是三万字啊 这可您自个儿要求的 小月 小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可都登记了 又说让回去等通知 等他是吗 是不是十个头 我跟你说啊 你早点指挥一声啊 小月 我们家可连亲戚朋友 一共报了十个人呢 这通知的时候 你可都得通知到了 咱一个也不能落下 是是是 我说贺德妈 方大哥 他这个事儿吧 他 你含糊什么 你又有好事 想把他们甩了 是不是 小月 你这可不应该啊 大妈平时带你可不错啊 是是是是 贺德妈平常带我不错 是吧 方大哥带我也不薄 那事儿啊 得 今儿的事儿啊 我给你们交十笔 好不好 咱屋里 屋里头 那屋里 屋里 走 小月姐姐 怎么 怎么 你别装成这样 吓唬人好不好啊 是你渔芳骗人 又不是你骗人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我想不开 我当然想不开了 我跟渔芳分开 才几个月呀 那么一个 纯洁可爱的女孩 她怎么就学会骗人了 岂止学会骗人 照月总的话来说 她已经是一个 很专业的骗人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还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呀 月总说了 她今天下午来了以后 要当面接穿她 绝对不流行 实在不行 还能不看出狗状 这回合就有好心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先不说渔芳是我的好朋友 她对你也不错呀 是啊 她这回来也没少请你吃饭啊 是 还请咱们俩到高级宾馆玩了一个通宵 也是她付的钱啊 对对对 你怎么就忍心看着她 不行 我得赶紧跟渔芳联系 我得问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小高 你就帮我给渔芳那个宾馆 她不在宾馆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她上火车站已经过去了 一般过来直接过来 啊 她别直接过来呀 赶紧的 咱们上门口堵住她去 所以我敢断定 这基本上就是一场骗局 等你们交了钱了吧 领到堂了 您再想找她人去啊 没眼了 您还想按时领什么基本生活费 还想让她按什么原件给您收回来 想都甭想 我实话给你们说了 就这一千块最普通的泡泡糖 市场价您是多少钱吗 一二百块钱顶多了 她卖您多少钱 两千块钱 明白了吗 照您说的还没王法了 我们有合同 她还能不认账 嘿 太可能了 按合同规定了 你们都是她公司的推销员 对吧 到时候她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她就可以不用你们了 你看她不用您了 当然她也用不着再给您发工资了 是不是这零 就算她不给开工资 那按合同规定 这两千块钱的糖 要是卖不出去 她得按原价收回啊 这钱她得退给我吧 最起码退给我一千四是不是 是啊 大老师她随便找个理由 她就说这个产品啊 因为你们保管不善 这糖素潮了 变质了 她就可以拒绝回收啊 不是 她就实在找不到理由 她就说她公司倒闭了 啊 或者说 她干脆她跑了 反正钱是到她手里头 是吧 您再想要回来 嘿嘿 那可难得去了 没错 当年哎 我就帮人啊 做过一个农场的项目 说呀 您出五万块钱 立马在海南岛 就包给您一个小农场 五十年不变 这样呢 您就成了一个农场主了 至于是种那个橡胶还是椰子 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啊 从种到输都用不着您操心了 有值承包啊 还是这么着 不管是年纪啊 好也好 坏也好 您跟人签个合同 每年呢 人就啊 交给你一万块钱 等会儿 我算看 一年一万 五年回本 剩下那四十五年的都白赚 哎 哎 我说老月 这好事你怎么不先告诉我啊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 什么好事啊 坑了多少人呢 没见一个人顺顺当当的拿回钱来呀 你看你看 我就说吧 啊 甭管农场也好 还是泡沫堂也好 啊 那其实都是道具 目的 就是非法集资 钱一旦到他手里头 你们再想要回来 那比登天都难 也幸亏啊 你们今碰上我了 算是躲过了一劫呀 要不然就这会儿 你们指不定哪哭呢 哎 行行行 你们也甭谢我了 啊 时候不早了 咱们外边 随便吃顿面饭 你们谁请我都成 好吧 你想什么呢你 这大老远蒙我白跑一趟 你请我还差不多 可不 你让我白高兴一场 小月 你可得请客 哎 就是 那我也是白忙活了 按说啊 是该你请客 你咋咋 行行行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这啊 行行行 我行行 我行 那说好了 别去你们这食堂啊 咱们咱外边 怎么还没到啊 该到了 你们俩啊 正好 赶紧帮我卸货 这泡沫糖沉着的 哎呀 还卸什么货 赶紧上吃 快走快点吧 哎呦怎么啦 出什么事了 你老实告诉我 不行 没事 怎么啦 说什么也不是上 你们吃汤吃的 怎么了 就你们吃汤这饭 我都吃腻了 行行行行 那咱们就去服务吧 好不好 不行 得找个贵一点的 贵一点的 哎呦会 小高 是小许吧 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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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 哎哎哎 啊 那就是余方 哎 余方姑娘 过来啊 我们这找你呢 快 快 你快上车 怎么了 怎么了 到底 小高小学 你回来啊 什么事啊 你快点快 到底等我 怎么了 你们这事啊 反了你们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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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脚 小学 你快开车 你快开 快开 啊 怎么了 哎 小高小学 你们这 小学 来 你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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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哎呦 哎呦 余方 到底怎么回事 你赶紧说说吧 我们可是全心全意 帮你逃出来的 事到如今 你还不说实话 说实话 嗨 我说什么实话呀 我们不就卖个泡沫糖吗 我们公司是有分工的 没到一个地方吧 我就管招聘 完了以后是签合同 完了以后是发糖 完了以后就是 把钱打到公司账号上 剩下的事 都是我男朋友 他们去办的 那他们准备怎么办 最起码你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了 嗯 这个糖吧 如果能按照 我们定的价格销售出去 我们肯定打准 嗯 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 我男朋友他们也会想办法 减少损失 怎么减少啊 是不是像我们月总分析的那样 我真的不知道 嗯 应该是吧 我从来就没想过 你怎么能不想呢 这个糖按照你们的价格 肯定是销不出去 到时候你男朋友 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拒绝回收 拒绝发放基本生活费 也许是吧 可这跟我没关系 我只管我这摊 这两天吧 如果顺利的话 我就可以收到200万押金 这其中的10% 也就是20万 是办公费 包括给你们那10万中介 我这几天的开销也从这里都出 我说你一下怎么变得这么有钱 这么大方的呢 哎呀 应霞姐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年头你舍不得钱就办不成事 你舍了半天不也就猜10%吗 那剩下那些钱呢 剩下的20% 也就是40万 算作我的提成 说真的应霞姐 我真是打算分给你几万的 高雪 我也打算分给你一点的 真的 你少甜言蜜语的 再剩下的呢 再剩下的13040万 就打到公司账号里 他们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 反正合同是跟公司签的 跟我个人没关系 怎么可能没关系呢 那公司不是你和你男朋友一起办的吗 说着那么说 我哪有钱办公司啊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办的 他是老板 我不过就是个打工的 跟我没关系 小雪姐姐 郁总哭咱们呢 说要再不回去 就永远也别回去了 不理他 吓唬谁呀 先说好啊 今天是我请客 这可能也是咱们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了 来 玉芳 为咱们过去的友谊 干一杯吧 怎么是过去的友谊 还什么最后一顿饭 应霞姐 你以后不理我了 我是有这种想法 我不想和一个骗人的人做朋友 我怎么就骗人了 就算我男朋友骗过人吧 说实话还真有这种可能 看见人由头划脑的 我以前也怀疑过 可是我并没有骗人呀 你还没骗人呢 你啊 你事实上就是在骗人 你得帮他骗人 那最起码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如果你完全可以预料到后果 而任意它发生 这也可以叫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也是犯罪 也可以判刑啊 什么过失犯罪呀 谁完全可以预料了 我从来就没想过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呢 你知道来应聘推销员的都是些什么人吗 今天我们院里都挤满了 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人 也可以说是一些穷人 有一些钱也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你就从他们身上几十万几百万的捞 女一心何人呀 我真的没想过 我就想着自己挣钱 想挣钱不是坏事呀 我记得就在前几天也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还为有钱和有钱的男朋友干过杯呢 可这有钱也得分怎么有钱 如果你男朋友有钱是骗来的 你就不应该和他做朋友 如果你有钱是骗来的 那我也不能和你做朋友 对 那我也不能和你做朋友 别呀 你们别不管我呀 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就算我以前做错了什么 你们也原谅我 好吗 不原谅 我坚决不原谅 彻底不原谅 我就是我们确确的不原谅你们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们就是叛徒 汉奸 你们都吃里扒外 岳总 您就考虑于芳 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不考虑 我就考虑如果他今天阴谋得逞 你说咱们今天就面临什么局面 你们知道吗 成百上千的污沟受害群众 围在咱们中心门口管咱们要钱呢 你说咱们到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中心才笨子下去吗 咱不就得彻底垮了 不就彻底完蛋了吗 你们都考虑过吗 我还真没考虑过 我考虑过 就和当年养铃妈的事差不多 比她严重多了 一是这次人多呀 比养铃妈得多出好几倍去吧 二是养铃妈咱们好歹有个说辞呀 咱们可以赖人家养的不好 对不对 你这次这次你什么说辞都没有啊 是吧 这不是明抢明骗吗 这不是 到时候 到时候人家能饶得了咱们吗 可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 岳总 首先 这种后果并没有发生 第二 于芳本人也并不是主谋啊 他有可能 根本就不知情 我不管 后果没发生 后果没发生 那是因为我及时赶到了事发现场 是吧 我不管那个于芳 他到底是不是主谋 他 他今天这么坑我 毁我 害我 他这么砸我饭碗呢 我 我就跟他没完 我就要惩罚他 那 你打算怎么惩罚他呀 我惩罚他 你们知道吗 当初我计划的多么周密啊 我就想啊 你别进这门 姑娘 你进了我这门 今儿你就甭想再出去 我最起码能 我能把他几十包泡泡糖给他扣起啊 我算就 怎么也值个十万二十万的呀 完后为 我再沉昏的罚他一下 算是给咱们忠心的名义损失费 你不是不认罚吗 行 咱们去派出所呀 我 完了 让我赶上你们两个了 吃里扒外 通风报信的叛徒 卖国贼 汉奸 特务 对 我现在只能罚你们两个人了 怎么罚呀 不会让我主动辞职吧 别去 你别主动辞职啊 你要是主动辞了职 我能达到教育大家的目的吗 啊 我现在宣布 啊 本忠心已经决定 你被开除了 什么 不用问 我也被开除了吧 我这就收拾东西去 你还是问问吧 你没被开除啊 这里没你什么事 明天你还是照常来上班 为什么呀 啊 到底为什么呀 我们俩是一块的 而且他是主谋了 为什么他一点事都没有 就单单把我给开除了呀 是我 哪 是 这 这不很简单的吗 啊 他 他跟于芳是朋友啊 是 他就是为朋友 不 所以说他做的不对 可他为朋友 我可以原谅他呀 啊 这更说明他这个人靠得住啊 不 你说你为什么 我 啊 你说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我 啊 你没有道理啊 这只能说明你糊涂 我 靠得住的人我当然应该留下啊 犯糊涂的人 我肯定必须得开除啊 对吧 就这么简单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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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死了我 行了 小哥 你就别委屈了 我估计啊 越总这回是下回事的 不可能 我来这一年多了 他从来都没对我这么凶过 我估计这回啊 他是真的生气了 我就是留下来也没意思了 也没劲了 也不好混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高雪 你和于芳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而且这一次还是为了我 我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我既然可以为了于芳得罪越总一次 那我也可以为了你得罪他一次 要是他敢开除你啊 我就立刻辞职 我就跟你同情退了 算了吧 你完全没这个必要 是死是活 就让我一个人去吧 不可能 我是这种人嘛 咱俩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还不了解我呀 当然 我别的优点也很多了 不过我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一个字 账 啊 这是一个字吗 我以为这是负责的 小姐 怎么样 游了活泳心情好多了吧 要不然再吃泡泡糖 别提那泡泡糖了 都是她惹的货 高姐 你来一口 不是 别客气 真的来一口 我那房间里还存了一百多万块呢 我正发售怎么办呢 这你瞅什么呀 退回你们公司 让他们再骗别人去 我能那么干吗 告诉你们啊 我跟我男朋友吹了 真的 什么时候啊 就是刚才 我想了一下午 我觉得他确实是个骗子 我总不能跟骗子过一辈子吧 所以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跟他说 咱俩吹了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 那你以后呢 以后怎么办 再找一个呗 就凭我这条件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说 你们两个不是一个公司的吗 现在你跟他吹了 那你总不能再给他打回去吧 哎呀 我离了他 我还不活了 再说我现在身边还有几万块钱呢 还有那一百多万块泡泡糖 就算是正常价格售出 也能卖个十几万吧 这加起来也有二十多万块钱呢 嗯 我干嘛给别人打工啊 我自本当老板得了 嗯 这个想法不错啊 赶紧打算做什么生意啊 嗯 这我还真没想好 哎 高雪 嗯 你今天不被开除了吗 干脆 咱俩一起做生意得了 我觉得 咱俩在一起 肯定能发财 真的 你的意思是 咱们俩一块做生意 哎呦 太好了 我当老板的愿望 争名实现了 可不 我可没什么钱啊 我从生意来到现在的压岁钱 再加上这两年工作的奖金提成什么的 加在一块儿有个才五个万块钱 哎呀 不少了 反正最后咱们按股分成了 好不好啊 高总 好了 好玩啊 你走 那咱们就先商量商量 做什么生意赚钱 对 先商量商量 订个计划 哎 哎 那我呢 你们不带我玩了 那你玩干嘛呀 我们两个人 命都挺苦的 一个受骗了 一个被开除了 实在是没辙了 你一个幸福的人 跟我们瞎掺和什么呀 谁幸福了 我比谁不痛苦啊 我在那个中介公司 早就带房了 早就想换个工作了 要不你们带着我玩吧 你们要是当老板 我就给你们当打工的 还不行 你们要是当女王 我就给你们当迪卡尔 别说的那么可怜 好不好啊 余总 好玩啊 哎 来了 我们开展的进来吧 再收拾他们 哎 快来看我订了送餐 啊 哎呦哎 这得多贵啊 太浪费了吧 那你呀 咱有所谓 为了咱们三姐妹以后合作顺利嘛 嘿嘿嘿 刚总 嘿嘿嘿 嘿嘿 许总 那咱们为什么干杯呢 那还是为了咱们以后有钱和有钱的男朋友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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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高 小高 你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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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走啊 你看 昨儿我爸就一时气头上的话 这我是跟你说着玩的 哎 那我不管 嗯 反正啊 是你说要开除我的 不是那 这不是气头上的 说也就找好新的工作了 哎 别别别别别 咱们 哎 有商量有商量 好啊 你看 小雪 小雪 你看你这是干嘛呀 就是他真走你也别真走啊 你看昨儿我就是这气头上 我都没敢说开除你 那我也不管了 你开除他就等于开除我 我也找着工作了 哎呦喂 你说这是干嘛呀 你这 这这是干嘛你说你们这是 这不是这不是诚心让我心里头过意不去吗 也没什么过意不去的 岳总 其实呢 我不是跟您生气 一来呢 于芳是我的好朋友 我想帮助一下他 二来呢 我还比较年轻 我也想自己出去闯闯 三来呢 哎 高雪 啊 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 我啊 出去 为什么呀 我 你们俩还 好好好 知道知道 知道 我出去 嘿嘿嘿 三来呢 如果 我一直在你手底下工作 那我们俩之间 就永远地学成 真正平等了 你漫无闻 你漫无闻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怎么笨呢 我也是 新的 moves soon 身 correct medicine dance marine 寸 nous 滿 Quem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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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